大家好,今天不是來驗樓 今天是澳門第一天免檢疫通關 想要趕快報道一下現場情況給大家知道 好,我們選擇這一間直通巴士公司 叫做環島中港通 OK的,整體員工的招呼都不錯 今天人流不算太多 整體情況來說,遊客都很守規矩 部分的遊客比較緊張 他們竟然早一個小時來排隊 職員勸喻他們,你們不用太早排隊 可以先坐在一旁 等這班乘客上車後再招呼你們 好,我手上這一張就是上車票 千萬不要不見,一共有四張 用來過關時,上上下下用 我們合作少少貼上這張寶寺 不要覺得這寶寺不擅長就不肯貼上身 出去玩,沒有人認識我們 之後,他們不同地方的職員 就會認住這張寶寶 方便他們集合回我們的時候 免得你們走室 記住,大家出去的話 要拿個善心出來 行程猖順,要由你我做起 要做個文明旅行家 同時要配合旅辦單位 好,由職員確定好車掌 一聲號令下,我們慢慢上車 為什麼你會看到其他乘客走到另一邊? 不用擔心,他們不是走室 只是擺好大型的行李 好,上車啦上車啦 大家都抱著一種興奮的心情出發 座位是自由選擇,先到先得 就算過關之後再上車 都是自由選擇 大家隨心隨言就可以 許特旅行,記住四個大字 隨遇而安 你一定會是成為全程最開心的 見到啦見到啦,澳門方向 GoGoGo 第一關,香港出境 往澳小隊重新集合 哇,進入關口,感覺很新鮮 三年沒出腳醒,分內高興 步兵門,我們再衝啦 大家關時要留意著 有份港澳國內居民身份證的出入集合 大家不要排隊 有份港澳國內居民身份證的出入集合 報告隊長,小隊人數踩穿 好,我們再衝啦 不知為何,每次過關,大家的腎上線數就會提升 每個人都很緊張 好,我們上了另一個巴士 好新,好厲害 這個螢幕是PAC來的 打機,看電影,好棒啊 哇,這麼快,我們走來到啦 這麼大隻戰,你看不到的嗎 嘿,隔了這麼久沒有來過 猛猛一下,這樣也不奇怪 其實,我現在戰片的這個時候 是2023年1月17號 日本和韓國在玩地緣政治 昂班班次大減 有很多旅行團被迫取消 而我對這些新聞就不是太貼地了 不過如果去澳門就沒有這些限制 好,下車之後 我們就到了澳門主導市區 眼來的你,你可能會問 我把車票不是寫著去統治嗎 哦,其實好像乘地鐵一樣 我們中途哪個站下車都可以 最重要是自己方便 因為我們都想著去到酒店 也會過來這邊玩 那不如早點下車,玩一下 走一街,填飽肚子 吸收一下這裡的熱鬧氣氛 再回酒店吃吃吃 這個保衡街人山人海 咦,這麼快就有農曆新年的布置 我看到很大的財神坐陣在這裡 相信澳門人很信奉這位 而且財神的布置令到遊客大受歡迎 因為澳門出名是旅遊業和博彩業 我們打工仔也好老闆也好辛苦得來 志在有財神關照著極具意義 好,來到澳門義士庭的前地 奧行街,這裡真是人山人海 眼前看到周邊可以用餐,外面放著把太陽傘 有個設雅座,你可以來到這裡喝著杯咖啡chill一下 感受一下這裡的遊客放不停的腳步 而你自己享著杯咖啡,吃著香蕉蛋糕 萬末其中,跟你們形成強烈的對比 你說吧,都不知多過癮 今天是星期日,除了香港入境澳門之外 經由珠海關卻入境澳門的遊客絕對不少 可能今天大家放隔來一天玩一下 家長澳門剛剛放敷了免檢疫的安排 吸引了大批遊客來 旅遊、食肆、商店、酒店、博彩 都見漸漸有新戲,大家都精神飽滿 走完暴行街出來之後 我印象中這裡有一間大排檔 不知道是不是這幾年沒見 我就沒有印象了 那間大排檔現在在哪呢? 讓我轉一個圈給大家看看 你們知道的話,方便留言給我 好,去旅行怎麼可以只走大家 我還很喜歡走小街小巷 穿插一下小街,看看他們的地道文化 和澳門人的圓生活是怎樣 所以我順便拍一條小街給大家看看 咦? 無意中被我發現一間餐廳 大排檔員搬到這裡 真是黃天不悔有心人 剛巧撞到我找到一間餐廳 嘿,別管了 問問後門可不可以進去 我現在記起叫做帶你來記 外面人太多關係 ください,先託一消睡再喝一杯醒 我和陳太每人會給了一杯熱飲 嘩,這個碗熱飲比起香港比較大 除了大一點,還有一壺茶再要添加 價值真的很親民 他們的茶也挺特別 叫一杯就被給一壺 drug 杯裡附加一下茶匞 戶外地倒茶,遮瑿 花米非常香 我想為大家自己展示 誰知道一手指DR1sta的關系 遢放大音ً speakers 全部寫出來 我想喝完一杯之後 包足成一 如果你們的胃口沒有我那麼大的話 可以兩個人點一杯熱飲 然後點點小食 我叫了一份奶油豬 而奶油豬就是澳門這十幾二十年來的新發明 奶油很香 而且口感嫩嫩嫩 我記得以前小時候沒有錢買有餡麵包的時候 就買一個小豬包來充機 因為它們夠便宜 比較耐吃 而且本身質感硬 還有它不容易發瘋 放在袋裡可以放足一天 拿出來吃的時候還是嫩嫩嫩嫩 後期這個小豬包經過澳門人改良之後 就大受歡迎 我在香港吃奶油豬 味道跟澳門真的不同 所以來澳門玩一定要試它 好 出來的門口看一看 帶你來的就是黃色這間小屋 好養神之後我們再出去玩一下 外面人山人海 周圍都是打卡位 基本上去到那裡都是這麼多人 我看到大家都一秋二代 這種情景好久都沒有見過 大家都买到一代二代 希望世界继续和平繁荣稳定 你我出一分力 珍惜这些情景就可以达成 玩了这么久了 坐的士回酒店先 大家留意了 19元起跳 的士都肯收港元 来到澳门玩 基本上都不用兑钱 后期我发现用阿里批付费 系统会识别帮你兑换 300元澳门币 它扣了292.7元 是人都知道啦 不是个个像你这么聪明 什么都知道的嘛 好,回到酒店 看到他们的走廊都很新正 好,平时我们习惯入屋就要敲门 正所谓入屋叫人 入庙就拜神 这些是互相尊重 我有时在想 如果里面有人打货 或者我进错房的时候 起码门先都有人注意到 大家就不会吓到大家了 如果有朋友在这里 起码给时间去运工 穿墙过迫走路 不是吓大家 灵异的东西 信则有 不信则无 我们先看看布局 哇,厕所大到你不相信啦 如果在香港来说 这些厕所我们叫做黑厕 雨大一点点贬义啦 但我们通常去到酒店 这些厕所都是这样的啦 又不觉得它是什么黑厕 可能因为我们住屋需要洗衣啦 洗衣要挂起衣服 希望去自然光就最好 所以我们晚楼的时候 希望有个名次 有空气对流就最好 为什么我会说这么多这些东西 因为我本身是一名 炎柳主任啦 借着这些片 希望认识到大家 哇,这间房子也挺大的啊 眼镜帽1000尺 都有800、900多尺 我不是在这里放闲 今天是免检疫通关的第一天 这些房子真的便宜到你不信啦 如果现在是旺季 几千元一晚 有什么出奇啊 现在人人都负担得到 好,我们出去看看酒店环境先 酒店里面有个来源 我们出去走走走 这里很大 而且很新啊 本来我们去订酒店的时候 起初看到它的照片 以为是一间旧酒店 可能那些照片的解像度不足啦 现场看到这间酒店很新啊 澳门的酒店 零射大间 而且超级水准 都是一句 我现在剪片这个时候 是23年1月17号 澳门旅游局方便积极放宽旅游限制 为推广澳门当地旅游 他们是推出了买去情 送回情的优待 有些目前的酒店又贵了 可能交通上给了优惠你 酒店又抬高的价 那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啦 给个提示大家 大家除了在旅游网站订购到酒店房之外 都可以回到酒店重复一次房价 分分钟便宜过代理价 好 我就躲在一边给大家看看这里的气氛 和让大家享受一下我点的这一首背景音乐 感谢观看 之前我們帶了五盒快速測試包來 現在沒用了 留待日用吧 希望明天也不用用 記得由2023年1月8日開始 免檢疫、免核酸、免健康碼、免安心出行 來回往返香港、澳門、香港 看看這個自助小水吧 有啤酒、汽水、咖啡 除了清水免費之外 有需要的大家都可以買來喝 先喝後付款 記住了 你有按金在酒店裡 Check out 的時候跟他們說回 他就會幫你走續 好 今快我們到了第二天 我們下去Check out 現在是2023年1月9日星期一 早上的10點多 酒店大堂已經人來人玩 他們Check in 的時候 我們就要Check out 走了 將自己的個人行李寄存在酒店裡 我跟陳太就去街街 每間酒店都有自己的特色 有些賣名貴的東西 有些經常開演唱會 有些有劇場看的 就像水母間一樣 而我們住這間酒店最大的特色是 有一間新型百貨公司 香港人以前最熟悉的百貨伴 它叫做新百貨伴 裡面很大、很新、很乾淨 還有一些招呼很好 除了這樣 還有很多便宜貨汁 本身貨品有折扣之外 你系主額 還有額外的九五折優待 另外在Check in 的時候 酒店送了兩張現金券給你 即是折上折再折 最初將Q房 我們買東西買得太開心的時候 忘記了 所以今天進來尋寶 去哪呢? 去賭場見識一下 由於賭場不能拍攝 所以不拍給大家看 看了影片這麼久 請給我們一個Like 按訂閱鍵和小鈴鐺 以後一定會做好影片給大家看 其實商場裡面有很多打卡位 你們看看花多漂亮 好 說這麼快到了中午了 又要搭車出去伊圖 今次聖呀 懂得叫車 昨天就傻奸奸地 周圍去接這一款大車 原來這一款七人車 就算沒有客人也好 他都不會讓你接的 我試過去接他 外面另一部的士 看見我接車 就不斷向我搏 陳太說 他好像想下車過來打我 我心想 不用那麼兇 給錢也有權選擇 講道理 可能我想多了 不過 我會在片尾教大家 如何下載這個小程式 叫一般豪華書式爆燈的七人車 最重要一點是 他跟普通的士是同價 你沒聽錯 他是跟普通的士是同價 重要的事 說兩次就夠了 大家記得看到票尾 我會教你怎樣召車 黑色那些就是 舊有的澳門傳統的士 Toyota款 但後座比較迫 前座司機當然舒服 對於我這些腳長的人 對人來說很快就會暈車 下車的時候 他的額外門教位很容易卡到腳 又或者刮船 老實說我真的多要求 可能是跟我的職業有關 我是鹽樓主任 多數顧客找我們鹽樓的 就是幫人找瑕疵 好 又回到雲雅街 游騰仔 我們來依下 現在是2023年1月9日 澳門免檢疫通過的第二天 星期一的上午11點多 已經成果奔虛 你們看看前面 哇,果然是文明不如見面 淳仔食街 多人緊的 你得到星期幾 要介紹一下 這家皇忌咖啡店 招呼很好 他們的瓶仔茶 咖啡 鴛鴦 除了可以排隊買之外 而且樓上設有啞座 他們推介的消息 就是這款慈名的沙翁 如果你不想喝凍飲 那瓶仔茶呢 可以叫一杯熱飲 還要便宜4元 沙翁可以叫店員 一開二 或者一開四 這麼扁的沙翁 放進口裡 都很香脆的 這個吃法 我也是剛剛跟陳太學 口感 好像吃一個軟綿綿 又香脆的曲奇餅 很有趣的 這間茶杯份量剛剛好 建議你們一人叫一般 100個肚後 我們去第二間酒店商場 這間就是露坦的美斯美菇梅 大家記得分得清楚 澳門有兩間美菇梅 就算這間是美斯美菇梅 也好 有些路牌或者掛牌 只是寫著美菇梅三個字 很容易令人混淆 煮到那邊叫美菇梅 湯仔這邊就叫美斯美菇梅 一弄錯了 車程要15分鐘 如果急起上來 剛巧碰巧遇上塞車 你就要花多一點時間 請注意這些旅遊服務 另一個例子是 永里酒店和永里皇宮 如果你搭的士來 司機問你去哪 你說去永里 他又問你去哪間永里 因為兩間都不同島上 你炒得地址來 他又迫於無奈照開車 因為路上又不可以停車那麼久 而且司機又心急 你急時他又急 大家就很容易產生怨氣 整個旅程可能弄得不順暢 又很容易變得不開心 哇 林寶堅來 澳門 格蘭PACE大賽 GT 豪華 高性能 大馬力 一切一切優秀的血液 盡在這部激情 速度集於一身的跑車道 好 看左檔有了 不是懷忍那種有了 是擁有了 我終於有了 我這些窮L 打完卡 好快點走 一會兒保安來 就會趕我走 就沒有人了 講笑話 真的可以被人打卡 放車隔著玻璃 都碰不到他 嘿嘿 老實對我來說 有錢我也不捨得用他 因為這些車子 走走走做東西 保養一下他 花費也不少 外面爐面 又不平整 不小心燈一燈 燈散了顆螺絲出來 整一整都要花幾千元 而且 越漂亮的車 脾氣就越臭 我的心也尺 好 看看他們的商場 澳門每一間大型酒店 都有他們的主題個性 這間酒店的主題 就是賣名牌 很多名貴的東西 周邊有一間茶樓 和西餅店 讓你在買到累的時候 然後呢 就吃著咖啡 喝著馬卡龍 啊啊啊 我說錯了東西 開口按著你 不好意思啊 大家明明就可以了 咦? 場內氣氛突然控洞 整班小孩跑出來 剛好穿著這麼巧 原來商場有展示 好看喔 有些鴨仔從天空飛出來 游空氣 看真點 原來是企鵝才對 配襯這裡的環境 和裝飾 還有很多電視螢幕 都以兵極為主題 配合他們的天幕 那種氣場 我以為自己去了第二個宇宙 好 都是那句 我躲在一邊 靜靜地讓大家 先到為快 啦 好,陳太說用另一種角度拍攝給大家看 以企我飛天游泳的視角帶來VR又不用戴VR眼鏡 照樣看到我頭暈暈的感覺給大家欣賞一下 大家記住看到片尾,因為我會教大家用APP,叫豪華的士 我靜靜地躲在一邊,大家慢慢看 你會拍攝的美麗 那就糜地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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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夠時間回香港了 下到地庫就是粵港澳三地巴士總站 大家可以看到旗派射著美菇梅 正如我剛才所說 這裡是美斯美菇梅先鎮 千萬要認真看 好,大家都看到這張圖片 介紹澳門電照的士服務 他們在2017年4月1日 正式投入服務 當年首次獲批的100部 為其8年特別的的士 要通過手機應用程式 或者是網頁形式叫車 今時今日已經是2023年 雖然我大香你一點 之前沒用過 不過今天都會告訴大家 怎樣用 我記得在2019年3月左右 香港社會出現大混亂 大家都應該沒什麼心機去禮行 從2019年開始爆起Comfort拉天 直到現在都3、4年 出入境都受到防疫限制 今天前後加上都有4年沒有出過境 所以這一種call車服務 對於我來說 是一種新嘗試 當日我整個傻佬 到處撞板 到處問人 厚著臉皮的叫人教我怎樣用 如果你不知道 或者跟我一樣蒙茶茶 希望看完這條片 幫到大家 我放了個QR Code出來 大家數一數就可以下載 你去到澳門之前 可以準備好 上面有個iOS和Android系統 都可以給大家下載 下載之後 就會自動跳入微信 微信就會自動打開一個小程式 叫做澳門電照的士 入到訊息設備那裡 下面有4格給你選擇 最左手邊是鍵盤打字和溝通 第二格就是一件照車 按進去 按進去之後 另一個小程式又彈出來了 去到澳門電照 亦有3格給你選擇 現在、月約和摺機 我們就當現在 如果想坐最普遍的7人車 你最多可以坐6個人 所以我們點去普通 故乎6個人 假設你是真的多人 比如7個人 可以點去大型 故乎7人 如果你想有電動座椅 故乎6人 這個都頗重要 經驗告訴我 我試過一上車的時候 被座椅卡住 不上不下 因為上一手的乘客 調整過座位 本來很寬闊的座位 都變得很狹窄 所以大家可以試一下 選擇一個電動座椅 最後一個無障礙 括緩5人 即是有輪椅雙層人士的需要 可以方便一些使用 好 選擇好之後 你按立即叫車 由於我回到香港 他就detect不到我在澳門 所以就做不到下一步的步驟 給大家看 不要緊 我照說 按了按鈕之後 雙隔一會 司機就會打電話 確認你上車的位置 這點跟香港 Call Uber有少少分別 因為Uber不需要你 哪個位置去找你 透過定位的車就會找你 除非Uber司機 又必要和你 確認一下位置 但澳門的士 司機十成都會打電話給你 問你上車的位置 確認一下 而你簡短地告訴他 是甚麼街 有甚麼餐廳 有甚麼商店門口等 小程式入面 你會看到他的車牌號碼 當車一來到的時候 他在找你的同事 你又在找他 最好你就拿著手機 拚拚拚拚拚 引去注意一下 令他容易埋位讓你上車 上車之後 司機會確認一下乘客的手機 你說回你自己的手機號碼 給他聽就可以了 另外請大家留意一下 手機有沒有開漫遊服務 基本上它是用內置的互聯網 形式打給你 不過你開漫遊服務 就比較穩陣了 澳門電話撥號是 加153 香港電話撥號是 加152 國內朋友的電話撥號是 加16 注意一下 下車可以給VChat 或者是給阿里Pay 甚至乎是現金都可以 最新update 現在香港版的阿里Pay很方便 沒有搶錢 到三地消費都會幫你自動兌換 不用像以前那樣 在國內開發戶口 才可以用到阿里Pay 其實我們出去玩 最重要是方便自己 甚麼背景立場如果影響方便 令到行程不暢順 不暢順只能令自己不開心的是自己 就快全球華人新年 祝大家身體健康 隨遇而安 財羅有方 富甲一方 大家有功開羅 有錢花 人就不會心慌慌 看影片不用課金 記得給個like我們 還可以按個分享仔 和自己的另一本一起看